三国演义 第六回 李郭骄兵 曹操镇压了山东黄金军 被加封为贱德将军费庭侯 郭四李爵在朝中更加放肆跋扈 现帝命太尉杨彪设法出去二人 杨彪说 郭四的妻子生性嫉妒 我们用反剑计 两贼一定会自相残杀 杨彪让他的妻子密告郭四的妻子 谎称郭将军与李爵的妻子有染 非常亲密 郭七怒 便在李爵家送来的食物中下毒 先毒死了家中的狗 让郭四开始对李爵心存一记 一日 郭四到李爵家饮宴 回家后觉得腹痛 郭四七便一口咬定是李爵下了毒 郭四以为李爵真要害他 不觉大怒 暗中调集本部人马准备攻打李爵 李爵得知此事后也大怒 立刻点起本部人马来杀郭四 两下合兵数万就在长安城中混战起来 李爵劫持了皇帝皇后 郭四便劫持了六十多位大臣 从此李爵和郭四天天厮杀 一连五十余日四伤不计其数 李爵部将杨凤对李爵不满 想杀死李爵 不料被李爵知道了 李爵引兵来杀杨凤 杨凤眼看不能取胜 引兵逃往山中去了 从此李爵的势力日益衰弱了 一天张继统领大军前来居中一合 扬言谁不依从他就发兵攻打 李爵郭四只好答应和解 李爵放了县帝 郭四放了大臣 一起送到张继军中 张继见长安城已破败不堪 便请县帝迁回洛阳东都 车马将到华阴县 呼听后面喊声震天 原来是郭四打算再劫皇帝回梅屋 正在惊慌时 杨凤带徐晃杀退郭四 皇帝的亲戚董成也带兵相救 两军会合 保皇帝皇后渡过黄河 杨凤找来一辆牛车 让皇帝皇后乘坐 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 七月间才到了洛阳 只见洛阳城墙崩摊 街上长满了薅草 宫殿变成了一堆瓦礼 皇帝无处住 无处吃 上书郎以下的官都跟着老百姓到城外 拨树皮 掘草根尺 县帝又怕李绝郭四杀来 便下诏请山东的曹操来保驾 曹操领兵赶到洛阳 杀退了李绝郭四 曹操宣称 许昌临近山东 粮食供应便利 请县帝一位许都 县帝不敢不从 大臣们也都惧怕曹操势力 不敢反对 皇帝百官被迫迁往许都 曹操控制了皇帝百官 便想攻打徐州的刘备吕布 谋士巡御献出一计 叫二虎进食 让曹操奏请皇帝 任命刘备为徐州太守 叫刘备杀吕布 事情成功 刘备就失掉一个帮手 事情不成 吕布也会杀掉刘备 曹操一计而行 刘备按照密令 与众人商议对策 张飞却莽撞漏了口风 刘备只得将曹操的密信 给吕布看了 吕布心里很感动 再三败谢刘备 刘备不杀吕布 曹操又生一计 先派人告知元树 说刘备上表皇帝 要攻取南郡 随后又正式下诏 让刘备争讨元树 两边一打 吕布必然会另打主意 这叫驱虎吞狼之计 刘备明知是曹操的奸计 但有皇帝的照命 只好起兵 留下张飞守徐州 张飞最久打了曹豹 曹豹恨透张飞 便引吕布夺下了徐州 元树得知吕布夺了徐州 便与吕布联合攻打刘备 刘备退走 吕布又派人接回刘备 让他驻扎小配 元树没有除掉刘备 总决放心不下 一天 江东孙策来索取那颗 抵押在元树手上的传国玉玺 元树一面回信推脱 一面召集属下文武商量对策 谋士对元树说 吕布是刘备的靠山 只要派人与吕布搞好关系 便可破了刘备 然后再打吕布 徐州便可到手 于是元树不攻孙策 改发兵攻打刘备 吕布把元树的大将纪灵 和刘备请至寨中 在原门设计 迫使双方和解停战 元树不甘心 又派人求吕布女儿为儿媳 以此连结吕布除掉刘备 陈登的父亲陈归 带并拜见吕布 点破了元树借刀杀人之际 吕布恍然大悟 忙令人追回以上路的女儿 张飞抢了吕布 从山东买来的三百多匹豪马 吕布起兵向刘备问罪 刘备领兵往许都投奔曹操 曹操的谋士寻遇 要曹操趁机除掉刘备 曹操不愿阴杀刘备一人而失去人心 反驳给刘备三千兵马 表见刘备做了豫州太守 共同攻打吕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